第二部分,电容及电感的认识及判读 各位好,本单元要介绍的是市面上常见到的电容器元件 我们除了要从外观判断是何种形式的电容器之外 还要判读其电容量的标示 相同的,也是要向各位介绍电感器的种类及判别 在取得电子零件时,可以做初步的分析及判断 最后,要实际操作示范LCR表,量着电容器及电感器的方式 主要在示范,面对不同外形的元件,它的测量方式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电容器 电容器在电路里的功能就像日程商活当中的水塔一样 可将小的水流透过水塔储存起来 等到要用到大量的水,就可以提供足够的水量 电容在电路里的功能主要为储存电荷 平常储存并累积电荷 等到要使用大量电流时,再供应给电路 例如相机的闪光灯,就是在电容充电之后一次释放大电流的结果 电容器储存电荷量的公式为Q等于CV Q指的是能够储存的电荷量 C是电容量,V是电压 以图中电容器为例,它的电容量是150麦克法拉 当我们外加20伏特的电压,并让它充满电的时候 在理想状况下,电容器会储存电荷为150麦克才占20 答案是3000麦克库轮,也等于3mm库轮 储存电荷的量是以电压的压力来做决定 压力越大,储存越多 由于外加电压就固定20伏特 电容器不会无止境地储存电荷 一般常见的电容器如图 命名多半于电极板之间的介质为依据 第一种的尺寸很小,直径约3mm 介质是陶瓷,所以称为陶瓷电容器 第二种叫做基层电容器,尺寸更小 也是陶瓷电容器的一种 常出现于印刷电路板的小型电容器 第三种的称呼比较多,有塑胶薄膜电容器 而麦拉是一种塑胶的名字,所以也称为麦拉电容 本业这三种都归类为电解质电容器 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在相同体积之下 有更大的电容量,但两只接角是有极性的 第一种是最常见的电解质电容器 因为两只接角具有极性 倘若接错,会导致漏电流增大而产生高温 有膨胀甚至于爆开的可能性 接下来两种叫不易有膨胀及爆开的问题 一个是毯子电容器 是另一种形式的电解质电容器 也具有极性,使用毯金属作为介质 另一个是比较新型的固态电容器 介质改由导电高分子铝质制作 比起传统电解质电容更加的稳定 本业看到的是常见的电解质电容器 请注意顶端及底部两个部分 因为电解质电容器内部的介质 于工作的时候发热会膨胀 因此顶端刻上K字型或是X字型的凹痕 以利体积膨胀或收缩用 并且会在底端的部分加上通气孔 以减少内部的压力过大 如果电解质电容器加热太大的电压 或者是逆向电压 瞬间产生大量的肉电流 而发出的高热会让电容器来不及散热而直接炸开 如图所示 因此在进行电路实验时 建议佩戴护目镜以保护眼睛 而我们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是固态电容器 它并没有膨胀爆炸的问题 所以上面底部是平的 下面底部是用密封胶把它填满 这是分辨这两种电容器差别最主要的方式 本页来看看电容器的判读 以几种电容器为例 说明标示的意义 第一种是陶瓷电容器 上面的数值写着104 代表的是10乘以10的4次方 单位是P法拉 而P代表是10的-12次方 所以总电容量是0.1麦克法拉 第二种固态电容器 常见的是直接标示耐压及电容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耐压为16伏特 电容量为47乘以10的1次方 单位是麦克法拉 总电容量是470麦克法拉 接下来看这一页的电容器 薄膜电容器 标示105K K代表误差是正负10% 电容量为10乘以10的5次方 单位是P法拉 总电容量是1麦克法拉 最后一个 电解子电容器 属性直接标注在上面 电容量150麦克法拉 耐压是420伏特 此表为电容器标示之容许误差 薄膜电容器较常使用 标记从A、B、C到Z 上一页之薄膜电容器标示105K K就是误差标示字母 一据此表可得知 该电容器的容许误差是正负10% 第三排标示的容许误差太大 较为少见 消费者大概也不敢购买误差这么大的电容器 电容器介绍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电感器 我们在基本电学里面曾经学过 移动的电流可以产生磁场 电感器就是利用大量的线圈 集中磁场的数量来使用 我们利用磁场来让马达旋转 这种产品称为电动机 或者是在转换回不同的电压 这种产品叫做变压器 而这两部分会于电工机械课程当中讨论 而在电子电路中的电感器 大多是用来纹压或者是滤除图波使用 所以在电源电路会看到比较多的电感器 现在来看电感器 电感器的种类相当的多 如图中所示之环形电感 它使用线圈绕在介质上 第二种 第二种SMD电感 又称为贴片线圈 贴片电感 体积较小 以及外观向电阻器的电感 电感器的主要功能 第一个是利用冷次定律的磁反抗特性 抑制各种高频杂讯 与电源电路可做抗流线圈 阻止高频的突破电流通过 或是稳定电压波型的闻波杂讯用 第二种用来和电容器组合产生震荡 或称为斜震 另外变压器也是由线圈绕制出来 其主要功能是做交流电压的变换 左图是热缩套外包电感器 若把外部的热缩套移除 里面也是看得到线圈 而右图称为扣式磁环 或是铁昂体磁环 常会夹在传输线上 例如USB的传输线 使用这种磁环 可以在传输线上接收到的电磁杂讯 把它给滤除掉 让传输线上面的信号不会受到干扰 一般都安装在街头的附近 外形像电阻的电感器 电感值标示法跟电阻差不多 原则上是不会再产生新规格来增加麻烦的 如果有线程可使用的都会继续沿用 其色码代表的数值及意义也相同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 单位是迈克亨利 别搞错了 以色码标示的电感器 判读顺序和电阻一样 先找出代表误差的色环 一般是银色或金色 将之靠右 然后从左方开始判读 误差的前一码为10的密次 从此图来看 中色代表1 黑色代表0 第三码黑色代表0 这个是10的0次方 最后银色代表误差正负10% 因此总电感值为10乘上10的0次方 单位是迈克亨利 最后的结果是10个迈克亨利 电感器如果使用文数字表示法标示 和电阻的文数字表示法相同 都是以数字加上英文误差码的方式表达 如图223K代表22乘上10的3次方 单位是迈克亨利 所以总电感量为22迷尼亨利 误差的部分 右表为符号及误差的对照表 我们可以看到K代表误差正负10% 所以整体判读的结果就是 22迷尼亨利正负10% 在刚才的说明 主要介绍电容器及电感器的种类 即数值判读的方法 由于用途众多 这些被动元件的外形有很大的差异 常会发生识别错误的情形 但只要多看多用 熟悉身边常用的元件也就足够了 记得在元件使用前 一定要亲自量测过数值 确保元件正常 电路的实验就少了一个可能出错的变数 让我们来看看操作影片 元件的测量方式 在量测电容器之前 我们必须先将电容器进行放电 那因为电容器它的两端放电的时候是直接短路 可能会有火花 因此我们必须使用其他工具协助 例如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碳棒 短路的方式就是直接使用碳棒 将两只脚进行碰触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说我们要使用单手来量测 我们的元件的时候 可以使用像我现在画面所显示的方式 拇指跟食指压着是一支碳棒 中指跟无名指压着是另外一支碳棒 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去量测 那现在我把元件放进来 然后我们进行量测 量测的方式就像这个样子 如果说在手上量测并不是相当的容易 我们可以借用面包板的方式 我们把零件插在面包板上面 然后可以相当方便的进行量测 我们也可以使用机器所附的测试座进行测试 使用的方法相当简单 我们只需要直接将它插上 接下来我们再把零件拿过来 按照它的正负极性接角 我们把它接上去 如此便可量测它的电容量 我们都知道理论和实际是有差距的 使用LCR表测量元件 目的就是要知道元件实际的数值 是不是和外观标示的一样 这张表格列出我手边的元件 标示以及换算出来的电容值 以及实际测量的电容值 我们来看看结果 第一个 误差比例最大的是体积最小的SMD电容器 第二个 常见的电解质电容器呢 它的误差也是相当的大 第三个 误差最小的是麦拉电容器 也就是外形方方正正的薄膜电容器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电感器的量测结果 从这张表格 列出了我手边的元件 它的标示 以及测量出来的电感值 我们来看看结果 第一个 误差比例最大的是热缩套外包电感器 第二个 环形线圈是第二大 而其余的误差也都有10% 元件的测量值跟频率是有关系的 本领表的测量频率是100Hz 也许在此频率下 量测值和标示值相差都很大 各位在做实验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这个因素 在最后 给予同学们一些建议 第一个 元件的标示不一定会准确 第二个 一分浅一分货 精密的实验要买贵一等的元件 第三个 在做实验之前 一定要亲自量测元件的数值 第四个 LCR表的规格不同 量测出来的值也会不同 以上就是LCR表的使用 以及相关量测需注意的事项 谢谢各位的收看